美國一名女子突然染上性病 懷疑在辦公室出問題 她發現辦公室的員工飲水機有怪味 於是轉為只飲用自己水瓶的水 但其後水瓶的水也有怪異尿味 懷疑被污染 為了查出真相 女子在辦公室放了隱藏式針孔相機監視 沒想到揭發清潔工 竟然將陽具塞入她的水瓶 由於清潔工本身是性病患者 女子檢查後也證實染上性病 目前駕鳴清潔工 因涉嫌威嚇 以及以致命武器作出嚴重傷害被捕